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熊莲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那作为一个动态网站 对不对 什么能成为动态网站 也就是基于数据库的网站 才能是动态网站 那数据库在一个网站中起到什么作用 咱前面已经在整个PHP开篇的时候 咱们重点介绍过了 对吧 网站上的所有的跟数据有关的 都会存在数据库里面去 对吧 所以如果你网站没有数据库 那么基本上成为不了动态网站 对吧 那什么是网站上的内容和数据呢 比如说网站上最主要的是展示的什么 用户啊 文章啊 图片啊 对不对 视频呢 还有音频呢 对不对啊 那这些所有东西都是存在数据库里的 咱网站只是一个平台 按用户的请求到数据库里边查找他想的数据 然后展示给他 对吧 所以数据库的应用和数据库设计 占咱们整个项目的50%的操作 很大的一个操作对不对啊 那目前开放网站的数据库有两种 一种是基于circle的也就是关系用数据库 对吧 那常见的代表有MyCenter Oracle这样的操作对吧 这样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那NoCenter就是不用circle的 就是用来存东西用的 对不对 建置对的方式 那代表的有Radis和MogoDB 对吧 所以大家以后将来学习的时候 都要学习NoCenter和MyCenter 和那个circle 两种数据库的形式啊 那咱们呢 PRT它的什么组合 做一些中小系统的话 都在用MyCenter对不对啊 那再大一点基于缓存 基于分布式之类的 咱们就得用到什么 NoCenter就MogoDB和Redis 咱们去处理下 对吧 因为数据库的支持点非常的多 所以咱们这个系列课程 是PRP的课程 所以在咱们这个课程中 不重点说什么 说MyCenter的内容 那大家如果想学习MyCenter的话 可以参考咱们单独录制的全套的MyCenter课程 对吧 或者是参考新转PRP先将MyCenter学会 对吧 标准的课程是MySQL 对吧 只是当初习惯了 MyCenter 所以大家呢 在学习PRP处理数据库之前 先把数据库学会 对不对 防止大家呢 对数据库不太了解 咱们这些课程就稍稍复习一下数据库 对吧 咱们现在使用的是问部环境 在装问部环境的时候 咱们已经怎么的 将MySQL是不是已经安装上了 对不对 这有MySQL的版本5.6.12 对不对 还有MySQL的服务停止重启 对不对 对吧 比如说这块停止就可以把服务停止 对不对 默认是开启的 这MySQL是什么 终端 对吧 MySQL配置文件 MySQL的认知 是不是已经装到服务器里了 对 装到服务器里了 那MySQL是一个这种 数据库管理者是一种CSG 结构的 咱们现在装的是服务器端 对不对 那服务器的就是你 如果知道IP 咱网路能通的话 我赋予你权限 你在那会儿可以操作我的服务器 对吧 那咱们自己也可以操作自己机器的服务器 但是我得有一个客户端 对不对 那客户端在哪呢 咱们在装环境的时候 看一下 问部 并不是这样 有个MySQL的所有命令 MySQL所有命令 在这个下面 它的并不是这样 看一下 这是MySQL的所有的命令 对吧 其中一个 这个就是MySQL.EIC 就是什么 就是 客户端 对吧 我们执行它就可以 但是执行它 我们就得进入到这个目的执行 比较麻烦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目录干嘛 在我的电脑 如果大家学过另一个词的话 肯定知道 有个叫什么 环境变量的 对吧 把这个目录加到环境变量里去 那环境变量里的所有命令 在任何位置下都可以执行 那我们把它 如果其他的基础软件 已经给你加好了 对不对 但咱们这个 问个对环境没有加 看到我点的是哪个了吗 再重新大家点一下 我的电脑 右键 属性 属性里边有个高级 高级下边有个环境变量 你可以在下边的PASS里边 这块去加添加 对不对 那这块添加的是 所有操作系统用户都会用 那我如果想到当前用不用 这是有PASS 是不是空的 编辑一下 那这里边把这个位置粘过来 看到了吧 就可以了 加个尊号 加不加都可以 对不对 尊号是多个的分隔 然后确定 再确定 如果不加管动变量的话 咱们在其他目的是不能找的 那我就不用进入到这个目的 执行这命令了 你看 我直接打开一个命令行 CMD 看到了吗 我现在随便的一个位置 对不对 我直接买4个回车 你看就有这个命令了 它有默认的用户进来的 对不对 没有用户名义码的进来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讲识一下 看一下它这里边有没有其他用户 大家有可能还不知道这条 就是在所有的什么 买4个库里边有个用户表 这里边 没有 现在我没有这个权 对不对 我这个安装的时候还记不记得密码 退出是ESID 你看 我试一下 我安装的时候 杠H 连接数据库 现在是作为客户的 对不对 我想连接远程的 H是指定远程的主机 那远程的主机现在是localhost 看到了吧 然后杠U可以连在一起 是什么root 是默认这里边的管理员用户 对吧 然后杠P指定是密码 密码是123456 咱装的时候如果有123456就有 如果空的话 你就直接杠P回车 然后这块提示密码的空 回车就可以进了 对吧 斜杠S 这就能看到状态 服气的状态就在 那我们看一下 这么寄来的不是默认那个进来 对不对 是直接整个host的用户进来的 我们有没有权限的 这是select s-e-r-e-c-t select brown miceu 固理的优色表 你看这是不是就有了 这个时候大家看不懂怎么办呢 斜杠大计划就换过来 是不是就过来了 看一下默认我这里边有什么用户 你看有这么多用户看到了吧 是不是有这么多用户 loghost root 对不对 密码为空 对吧 我现在用这个 这些超级过来 所有的权限 对吧 其他用户 你全给它删掉 就什么 然后给买四个用户 加上密码 就是雷户的用户 加上密码 这样的话才安全 不然的话 用其他用户有可能进来 对不对 用很多这样的锅里面 用户进来的话 那就会破坏你的系统了 这是原则 对吧 那咱就先 不讲这么复杂的操作 好吧 大家可以用一些工具处理 或者是专门看咱们的 mySQL教堂视频 那咱现在连接数据库了 用SQL就可以在这操作了 对吧 首先呢 我们需要新建库 库里面建表 对吧 所以我们怎么创建数据库呢 CRE CRE 看到这个名字了吗 创建DTBSE 对吧 创建数据库 然后库名是什么呢 自己起对不对 比如说咱们叫做细说PHP 对吧 分号别忘了 这样数据库就出完了 大家可以反复去看 我是怎么操作 对不对 当然了 你要系列买CRE都了解了就更好了 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怎么查看我们有什么库呢 用瘦 BSE BSE S 比方是库数 对不对 看一下 默认有这么多库 对 看到了吧 有我刚建的细说PHP的库 有TES的库 有Mysifle 刚才能用过那个库 对吧 那现在我操作哪个库下边的表 我必须怎么办呢 必须得每次都加上库点表明 比较麻烦 所以咱们可以把一个库作为默认的库 什么库呢 UICE这个命令 切换数据库 切换细说PHP 看 一回车 这样的话 我现在当前操作都在这个库下面 就不用加库点前队了 这样的名称 大家 这几个命令可以操作一下 然后这里边我想看有什么表怎么办呢 SHOW TBRE S 空的 没有表这不大 那到了咱们建表的过程了 建表怎么办呢 看一下 CREAT CRE Table 然后后边写表明 那表明的比如说咱们叫用户表 行不行 可以吧 然后 括号 直接回车 是没写完 因为没大号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这块加上 在括号里边 必须有 对 自断名 然后呢 自断名 自断类型 属性是可选的 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 有属性 然后有那个所以所以也是可选的 对吧 那比如说咱们每个表一般都有ID 对不对 ID 什么类型的呢 INT 对吧 然后呢 整形的必须要的非空如果是主件的话 这是属性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再自动增长的属性 AUTO 下方线 INCR MNT 看到了吗 然后我也可以直接只能处件 一个表只能有一个处件 PRI MARY KUI 对不对 然后还可以有什么 还可以有用户名 对吧 我可以有差类型的 比如说30 就是差这周串 对吧 存30个 不差类型 不管有多少个 它都是30个 对吧 然后非空 也可以给个缺省值 缺省值为空 字符串 然后用名 比如说咱们这有密码 对吧 我可以用VX也是个字符串 是变长字符串 比如说是32个 然后NOT 非空 缺省值 EF 错了 FAURT 空字符串 然后还可以给年龄 当然了真正数据库是不存年龄的 对不对 因为存年龄的话 比如说现在2014年 你存了什么年龄是18岁对不对 那过10年之后这里边年龄还是18岁对吧 你要存它的出生日期的话 用当天年减击出生日期 什么年龄自动就出来了 而当天年是不是在一直变化的 对吧 ant not非空 然后再来一个比如说性名性别 我再来一个性别 对吧 性别 比如说差 存 四个字段 not非空 缺省值为空 恨 比如说80这个最好用VX变长了对不对 然后 not非空 确认之位 空自不断 那这块咱们是不是就已经写完了 所以的话咱们可以自己另行后期添加都可以 对不对 直接一个分号 回车 看出现这个差距OK 我们这个表就创建完了 对不对 那大家肯定说没接着我数据库这很迷茫 大家如果没接着我数据库 劝你先学习买这个数据库 咱们这只是大致的让大家了解一下 在这个问题下边咱们怎么操作对不对 嗯 然后咱们怎么看这个表的结构呢 先show tables 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 就看到现在是不是有一个表user 对不对 然后我们用什么 用dsc uscs 我们就可以看到刚才创建的表结构 结构对不对 用show tbr 用show create crdat create table 嗯 然后这个users 就可以看见咱们曾经创建这个表的创建表语句 都是可以的 对吧 这是表有了 那咱们最主要用pp操作就是对表内容的操作 那对表内容操作就是增山改叉 对不对 那对表内容操作增山改叉 怎么做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得插入一道数据对不对 插入之前我们看数据是不空的 用select show brown users表 你看是不是数据是空的 那我们插入用insert命令 into插入到这个表叫做users对吧 然后插入哪几个字段值最好给出来 你要不给出来的话 后边为了的话我们也可以给一个一个值对不对 但是必须得对应 那这里边比如说id自动增长都不用username psiwrd密码然后年龄性别什么 email是不是这几个字 然后黑灰车他分几行去写 插入的值什么 v6 v6 v6分别是名字 比如说叫做 妹子 对吧 密码的妹子经常用的密码是123456 比较低质上的密码是吧 然后年龄的妹子是他总说的是18 你所有的类型 比如说虽然年龄是整数 我给你用中刀 所以咱会自动转的对吧 然后性别的妹子是你 我就用英文了 然后email妹子是妹子cherrylampbrother.net 好密码邮箱公开了 但这是假的 好插入一下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slag singbrown 在哪啊 users 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条纪录了 当然了我们同样的还可以插入条纪录 比如说这个 我们这块可以插一个 风格 密码的也是这个吧 年龄28 然后性别蓝 然后这块是 又插入条纪录 比如说再插一个国女园的 插重复了 刚才规则到了 多了一条纪录 admi 密码 admi 然后 然后 这块有个锅里边 30 然后 难道 admi 好 我们再次来给它形容 不知道 从什么 users 表里边看一下 是不是四条纪录 其中中间从录了 但是主件没从录 自从这样 对不对 这是添加数据 slag 形式查语数据 对不对 那有添加就有增删改查 对 对 是不是还可以有修改 比如说这里边妹子 你想修改哪条纪录的哪个值 咱们都可以做到 比如说 我现在把第三条的封给改成什么 给改成高 对吧 那怎么改呢 update更改表 users 设置什么 用户名 等于 什么 眼号的高 对不对 哪条技术改掉啊 万尔坦店 对 id 等于三这条 对吧 然后我们再查询一下 你看 是不是就改掉了 我可以同时改多个值 比如说 我把妹子的年龄和性别 还有以外 都改掉 怎么办呢 up bet 更改 什么 users 设置什么 年龄 等于十九 对吧 逗号格开多个值 性别 等于 性别就别改了 还是女吧 然后逗号 email 等于 比如说是 妹子 try lampbrother 人类 好 咱们得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用方案件 咱们看的意识命令 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十九 邮箱 哦 错的 怎么了 没加万二条件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将所有的性别 和一般都改掉了 还有年龄都改掉了 对不对 所以 那一定要加万二条件 比如说 不是这条语句 这条语句 对不对 必须加万二条件 不然的话 全部条件都满足 万二条件怎么到 比如说 id等于1的 这会把妹子年龄再改一下 他现在20岁了 看一下 是吧20就改掉了 所以可以设置多个值 但是一定要加万二条件 不加万二条件 除非你整张表都改 对不对 这是增伤改查 对不对 那大家差一个删除 对不对 删除 那也必须加万二条件 不然整个表都删除了 删除是 D-L-E-T from 从这个表 users 这个表删除 对不对 那 不加万二条件 全删除 必须加万二条件 id等于3 任何字段都会 都是万二条件 删除 是不是第三条就没有了 对吧 查询的时候 可以按任何结构去查 对不对 只要你想拿什么数据 就能查到 这就是四个语句的妹子 对不对 比如说 S-E-R-C-D select 我只要id和 username 对不对 brom从 users表里 你看 只有这个 对不对 那我比如说 要年龄加十岁 什么 age 加十岁 还可以起别名 别名是什么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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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都加十岁的 想怎么查怎么查 万二条件 想怎么写怎么写 对不对 比如查这个 万二条件 什么 我要年龄 大于十岁的 对吧 咱们自己都大于十岁 对不对 大于三十岁的 二十岁的 年龄没有大二十岁的 原来的 对不对 因为都是十九 那你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 曾山改查 当然了 他说了 一直我的从物 咱们实在 让大家了解一下 对吧 用一千块时间 数据库是讲过完的 对不对 那数据库呢 咱们怎么也得有 几十级才能用完 甚至咱简单了解一下 这就是对表数 也能改查 那表结构 本身能不能改呢 对于 这个 UOSUS表结构 没有改不了的 也没有删不了的 任何结构都可以改 就这么 这都可以的 那能不能删除呢 删除表数 可以命名 照 table 看到了 什么表 UOSUS 推车 那现在 show tables 什么 数据没有表了 那我们能够删除 一个库呢 DROP DTBSE 什么 咱们的库叫做 细说 PRP 对不对 推车 然后 show DTBSE S 是不是 库也没有了 所以 任何数据结构的所有结果都归你自己去建 你想建的什么形式就是什么形式就不大 其实数据库本身操作的语法没有那么大难度 最主要的是为你这个项目比如商城论坛把表结构设计出来 对吧 这是一个难度 你设计完之后把它用语句实现出来难度不大 好吧 那难度就在优化上就比较多 那这就是我们这几个内容 让大家简单了解一下数据库的简单的命运的操作 OK 那具体的数据库的详细操作 大家可以看咱们的单独的MySQL教程 好 谢谢大家 这几个课咱们就到这里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